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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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不錯 帶來一次好了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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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帥 這實太酷了 我是英雄 烏瓜 你幹嘛這樣大吼大叫的啊 我在走廊外面都聽得一清二楚耶 嘿嘿嘿 你是太久沒有被師父罵喔 皮在養嗎 嘿嘿 我才不是皮卡丘的弟弟耶 我是在練師后功耶 什麼皮卡丘的弟弟啊 啊 又是皮在養啊 小人姐姐你很訓耶 你不知道喔 我還以為你知道才說的耶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不好笑啊 那你還笑 裝得算很奇怪耶 嘿 你這個伶牙利奇的小鬼頭 嘿嘿嘿 來打我啊 看我的師后功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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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不要再喊了啦 等下師父來了 你又被罵了 你是被罵不怕喔 哎喲 你放心啊 師父不在 他去買東西了 嘿嘿嘿 全世界都是我的啦 哈哈哈 你喔 这么嚣张 小心踢到铁板哦 铁板 哪里有铁板 小音姐姐放心啊 钻底的地板很平 不是啦 算了 话说你干嘛没事 在练师吼工啊 你又看了什么电视节目吗 因为教师姐要到啊 园长说要办什么 大声奖的比赛 然后每个班都要上海去大海 要跟老师说的话 哪个班喊最大声 就可以减少三天的作业量哦 就可以不用写这么多功课 很棒吧 这个奖励确实还蛮好的 所以你才在这里练师吼工哦 对啊 大师兄教我的 很厉害吧 大师兄又教你这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了啦 才不是奇奇怪怪耶 明明就很帅 好好好 很帅 可以了吧 啊 那你为什么要在禅房练啊 练师吼工 不是都应该要在户外吗 大师兄说一开始 最好在空空的房间练习 因为他说这样可以让你觉得 自己很帅 很厉害 如果一开始就说去外面练 就会喊不大声 就会觉得自己很弱哦 哦 是会发现自己其实很弱 就是增加自信心嘛 嗯 这个我懂 因为会有回音啊 呵呵呵 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很厉害 可是 我觉得啊 你还是在外面练会比较好耶 我怕等一下师傅真的回来 你就完蛋了啦 小恩姐姐 装得很好玩耶 你要表演一起玩呢 我想一下哦 师傅大概还要很久才会回来吧 我叫佛祖爷爷帮我们看一下 师傅回来的时候提醒我们 嘿嘿 哈 小笨蛋耶 佛祖是要怎么通知我们啦 哎呦 小恩姐姐你就陪我玩一下嘛 你看哦 要像我这样站 然后等一下要喊 哈 喊的时候要一边出拳哦 你看我 像这样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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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就一下下哦 等师傅回来 我们就不要做了 嗯 这样吗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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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耶 小恩姐姐 你喊得比我还大声耶 好厉害哦 嗯 那我还要再玩一次 哎 不要再玩了啦 我觉得师傅 可能差不多就要回来了耶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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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光 完蛋了 完蛋了 我失定了 怎么办呢 啊 小恩姐姐救我 啊 我要怎么救你啦 我早就告诉你 不要这样玩了 你就是不听 哎呦 死定了 小恩姐姐 我去躲起来 你就跟师傅说我不在 她听错了 悟光 去哪里啊 嘿嘿 师傅 你哗哟 是啊 而且还听见 你在鬼吼鬼叫的声音 我哪有啊 我在练尸功好不好 大师兄教我的 你给我去外面练 可是 大师兄说 没有可是 不好啊 哎呦 师傅 你们不要生气啦 我有跟悟光一起 瞎起哄 我也不好 对不起啦 哎 你们啊 真是受不了 嘿嘿嘿 不过师傅 您刚才那一声 真的很不得了耶 就好像真的听到 师吼功 好厉害哦 对啊 师傅 你好厉害哦 你怎么喊的 可不可以教我 呵呵呵 不需要什么 师吼功 只要平时锻炼 肺活量 再加上气势 就行了 气势 我知道 我有听过哦 以前 有一位大智禅师 他很喜欢游山玩水 有一天傍晚 他走到一座寺院 这间寺院的住持 是他的徒弟 吴长和尚 因为那天 时间很晚了 所以大智禅师 决定住下来 他敲了敲门 可是敲了好长的时间 都没有回应 大智禅师就想 可能是吴长和尚 经常出去做法师 做得很晚 所以还没有回来吧 所以呢 他就盘坐在 寺院门口等 他坐在外面等哦 嗯 没有办法啊 他又进不去 可是呢 他等了很久 吴长和尚都没有回来 后来 大智禅师的随纵 受不了了 他就在寺院周围 走来走去 然后啊 他发现了一扇 小窗子没有上锁 于是 就打开窗爬了进去 并且呢 从里面开门 让大智禅师进去 接着 又把寺院都反锁起来 啊 他们当小偷哦 还锁起来 他们忘记 还有钥匙可以开门吗 武皇真聪明啊 那如果没有钥匙 怎么办呢 然后啊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吴长和尚回来了 他用钥匙开门 却发现不管用 于是就自言自语地说 诶 怎么回事啊 钥匙怎么不管用了 我记得没带错啊 难道是门的问题 算了 我还是从窗户进去吧 然后 吴长和尚就转了一圈 最后 从厕所的小窗子爬进去 谁知道 头才刚伸进去 就从黑暗中 传出一道低沉的声音 什么人 胆敢破窗而入 好大的胆子啊 哎呀 好可怕哦 是不是厕所的花纸啊 嘿嘿嘿 才不是嘞 吴长和尚就吓到跌打 然后纳闷地说 诶 难道是走错人家了 接着 寺院的门打开了 大致禅师一边笑 一边走了出来 吴长和尚一看到 是自己的师父 吓了一大跳 然后 马上行礼说 师父 刚才弟子着实被吓坏了 师父那一声 呵 如同师吼 让弟子 真不知道谁是主 谁是客了 哈哈哈哈 好好笑哦 那个和尚被吓到跌倒了 常事比我还调皮 喂 就跟刚刚的某人一样啊 嘿嘿嘿嘿 你说谁 呵呵呵 这就是一种气势 而气势 而气势 是建立在有理的基础上 说的话 做的事 有一种志在必得 精神饱满的感觉 别人就会觉得 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是非常有把握的 同样的 就会容易赢得别人的信赖 也就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这就是一种气势 武光 你说的师吼宫 其实一方面 也是要靠气势的呀 诶 真的吗 教我教我 我要学 呵呵呵 那我们得先到庭院去 然后 嗯 嘿嘿 师父不生气了诶 这也是武光的气势吗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唷 嘿唷 嘿嘿唷 嘿唷 嘿唷 嘿嘿唷 嘿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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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開心 髮喜充滿 讓我們一起身體好 來運動 白白我的頭來白白頭 白白我的頭來白白頭 甩甩我的手來甩甩手 甩甩我的手來甩甩手 甩甩我的肩來甩甩肩 甩甩我的肩來甩甩肩 張開雙手深呼吸 抬抬我的腳來甩甩腳 抬抬我的腳來甩甩腳 蹲蹲我的肌來蹲一蹲 蹲蹲我的肌來蹲一蹲 扭扭我的腰來扭一扭 扭扭我的腰來扭一扭 張開雙手深呼吸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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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芳美麗滿枝芽 有香有百人人花 嘿嘿嘿嘿嘿 每次只要唱到美麗的茉莉花 就會想到美麗的茉莉花 嘿嘿嘿嘿 好好笑喔 聽出這個的人 到底是有多無聊啊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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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小恩姐姐 嗨 烏瓜 你今天比較晚回來喔 嗯 欸 你怎麼了 有氣無力的 很沒有精神欸 會嗎 會啊 我都已經放學來找你了 你還沒有回來 欸 你是不是跑去哪裡玩啦 沒有啊 我只去去公園當然下秋千而已 是喔 那我們今天還要出去玩嗎 我看你好像已經自己玩得很累的樣子欸 對齁 我們昨天有約好要去公園玩 可是我現在不想出去 蛤 烏瓜 你到底怎麼了 小恩姐姐 你知道閻琳嗎 就是那個會把壞話變成真的妖怪 閻琳喔 嗯 我知道啊 有人說 在言語中 有一股不可侵蝕的力量 誓言或詛咒會真的實現 可是有些人不相信 認為 這不過是一種自我應言語言 或是不自覺的 讓它很巧合的實現而已 欸 閻琳怎麼了嗎 你幹嘛這麼緊張啊 所以是真的有 真的有閻琳呢 嗯 欸 烏瓜 你怎麼了 要不要緊啊 你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嗯 小恩姐姐 我可能要死笑笑了 蛤 你在說什麼啦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嚇到我了欸 欸 先站起來再說 我 我今天在吃一樣午餐的布丁的時候 林阿虎就衝過來 我還要拿他的布丁 就撞到我了 害我把我的布丁掉在地上 然後就髒髒不能吃了 我就很生氣啊 然後林阿虎 什麼都沒有說就走了 我就大聲地罵他 叫他陪個布丁給我 可是他就說他不是故意的 而且還說 反正只是一個布丁而已 叫我可以吃多出來的那個 嗯 那大家就有布丁可以吃啦 很好啊 差不多欸 林阿虎都沒有跟我說對不起 他撞掉我的布丁欸 所以他把我的布丁弄掉了 害我不能吃布丁 而且他還沒有說對不起 然後我們就討價啊 然後林阿虎就罵我貪吃鬼 我就罵他 你才是死肥豬欸 因為我很生氣 然後林阿虎就超級超級生氣的 他就說 像我這種人 死掉算了 天哪 有那麼嚴重啊 你們怎麼會說出這麼惡毒的話啊 嚇死我了欸 烏瓜 就算對方再怎麼過分 你再怎麼生氣 你也不可以做人身攻擊啊 這樣是很糟糕的欸 飯可以亂吃 話可不能亂說喔 嗯 然後林小弟就說 我們兩個這樣說話 會變成真的 因為炎林會來處罰我們 他會把林阿虎變成死肥豬 我死翹翹啊 我死翹翹啊 怎麼辦啊 小恩姐姐 我死定了啊 我完蛋了 唉 你喔 下次不可以再亂講話囉 學到教訓了吧 呃 冒下去了 我要死翹翹啊 啊 好啦好啦 不要哭了啦 你不會死掉的啦 不過 你如果可以認真反省 然後 跟林阿虎和好的話 就沒事啦 海油 不會有事的啦 嗯 真的嗎 嗯 真的啊 李宝寨 你發心 武光 你回來了 怎麼也不告訴師父一聲 害師父擔心 對不起 武光 你們老師已經打過電話給我了 你是不是在學校跟同學吵架 還說了很不好的話呀 林阿虎又說很不好的話啊 而且是他先不跟人家說對不起的 是他的處 武光啊 你這樣 是犯了戒哦 蛇根 是六根之一 因為蛇頭 而獲得福氣 獲得災禍的事情 多到數不清 我們是主宰蛇頭的主人 蛇頭 只是按照我們的命令行事 把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 而不是他自己想說才說的 你不要讓蛇頭變成自己的主宰 這樣口無遮攔亂說話 不好好控制自己的意和蛇 可是會釀成災禍的唷 師父 我現在就已經學到教訓了 因為我會死翹翹了 你阿虎叫我去死耶 師父 不光因為野靈的事情煩惱了 唉 雖然說 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可是你也不要太叫真 這剛好作為一種提醒 你不會有事的 只要誠心地去和同學和好 然後好好忏悔 就會沒事 是 真的是真的嗎 真的是真的 所以你以後要小心喔 不要再控制不住自己的舌頭和想法 造成大錯了 要趁還能夠解決的時候 快點去化解掉這個考驗 不然 拖的時間也久啊 造成心結越來越深就糟糕了 唉 好險你們這次沒有打架 害人受傷耶 你知道嗎 不禁大腦亂說話 可是很嚴重的罪耶 以前啊 有一位僧人 他的徒弟是個懒惰蟲 他老是睡到太陽都晒到屁股了還不起床 有一次呢 僧人把徒弟叫醒 還對他大喊 欸 你還睡 連烏龜都已經爬到池塘面晒太陽了 剛好這個時候 有路人正好想要抓烏龜燉湯去給母親治病 這個人聽到僧人的話後 就趕快跑到池塘邊 果然發現幾隻烏龜躺在太陽底下 於是呢 他就抓了幾隻烏龜為母親燉湯 唉呀 好可怕喔 烏龜好可憐呢 雖然 不是僧人直接害烏龜死掉的 但是 我不殺伯仁 伯仁卻因我而死 僧人一定會認為是自己的錯 認為自己幫助別人犯了殺戒 對啊 對啊 聖人因為烏龜的死感到十分愧疚 認為都是自己害死烏龜的 所以就發誓再也不說話了 啊 好可憐喔 明明就是那個抓烏龜的人在做啊 然後 又過了幾天 聖人 坐在寺院前 看到一位盲人 往池塘的方向走過去 聖人 原本想要叫盲人 不要再往前走了 可是 他又想起了自己的誓言 於是呢 決定保持沉默 眼看著盲人 就要掉到池塘裡了 僧人一直猶豫著 到底要不要說 但盲人 卻已經掉到池塘裡了 這件事情 讓僧人非常的難過 他這才明白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不能一昧的保持沉默 也不能一直喋喋不休 可是我現在也不敢講話了 眼淋真的好可怕喔 武光 犯錯是正常的 舌頭長在我們的嘴巴裡 我們應該要做的 是成為舌頭的主宰者 而不是讓它去主宰自己的心靈 就算是想想 而沒有說出來也不可以 你還記不記得 師父曾經跟你說過 嘴巴不可以說惡毒的話 心裡也不可以想惡毒的事 記得 口出二言 身為惡行 心想惡事都是犯戒 嗯 很好 心想惡 惡事成 心想善 善事成 心想佛 就成佛 常常說好話 也會想做好事 而常常說壞話 而常常說壞話 就會在不知不覺中做了壞事 所以我們在說話的時候 要說得剛剛好 說得有智慧 這樣一來 才不會因祸福而受牽制 謝謝師父 我會乖乖反省的 外後再也不敢了 嗯 希望你下次真的不要再犯了喔 好了 去整理一下東西 我跟你去琳阿虎家道個歉吧 啊 要去了 可是他會不會很生氣我啊 當然會呀 你不是也很生氣嗎 還是 你不要去也可以 那師父 就不能保證 閻琳不會來找你囉 啊 好啊 好啊 我去 那師父 你要一直陪在我身邊喔 好 悟光 你不要擔心 只要誠心誠意地反省 一定可以把衝突化解的 嗯 夢想想要誠心 或者是想要誦 пор 你太憐了 這讓你沒有咬誠心 走 好啊 我去去 thought in you 好啊 然後現在才會不讓你 你小慈善意地下 我不想讓你不深思考 著因為你不願意 我來想要誠心 你不願意 我去想要誠心 這讓你去 說其實你不願意 我來想讓你 我來想要誠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